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其他域外国家来搅浑水 杨带半海称 亚太地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 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普遍预测21世纪是亚太世纪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核心国家之一 愿同邻国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 希望英国及其他域外国家的所作所为 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而不是相反 值得一说的是 对于英国向印太派航母的决定 中国网友纷纷表示 不光觉得反感 还普遍感到很搞笑 还有网友戏言 英国航母屡屡漏水 说不定中国得提前备好打捞船 以备不测 在综合评估报告中 英国政府计划在亚洲常态部署航母 已展示存在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自服役以来事故不断 最严重的一次曾出现舰内漏入200吨海水 水兵险些溺亡 英国皇家海军生命称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当地时间3月15日 沿苏格兰克莱德河口抵达格伦马兰 这里有英国规模最大的弹药库 伊丽莎白女王号在苏格兰完成弹药装载 为前往印太做最后准备